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的这个单元 就是基督的成长路 旷野四十二站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 要详细的来看 这个四十二站一站一站是怎么经过的 我们昨天上一次我们曾经提醒大家 这个四十二站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每一站都有十二站 都有十四站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阶段 我们也先来看第一站 那么我们叫第一站就是苏格 我们在明书记33章那里讲得很清楚 这是苏格 那么苏格的意思就是深鹏的意思 我们的路是从深鹏开始的 因为我们的主当初是从玻璃横动身 他从马朝开始的 那么以色列人这四十二站 到底在哪一站该歇下来 哪一站安营 哪一站起行 圣经说是约贵在前面 为他们寻找可安歇的地方 约贵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基督 所以今天这条路是他走过的 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 所以第一站是苏格 那么第二站是伊塔 第三站是密夺 然后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 所以在以色列人在过红海以前有三站 过红海以后那么就有其他的站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特别集中在 他们还没有过红海以前 他们到底学了一些什么功课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在我们身上又是代表什么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呢 首先呢 我们还是要讲一点地理 就是还是讲一点这个事实 当初所发生的一些历史和地理 我想这个我们先把历史史把它抓住了 然后呢 我们对于背后的功课 树林的功课我们才会很清楚 那么讲到讲到过红海 我们现在首先要问 就是当他们出埃及的那个路是怎么走的 那圣经有记载 所以现在我要念一段圣经给大家听 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三章 第十七节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 菲利士地的道路虽近 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 后悔就回埃及去了 所以可见有一条路叫什么 叫菲利士地的道路 我们说过这个埃及的北边呢 就是地中海 然后沿着地中海啊 可以一直到哪里去呢 可以一直上到埃及去的 所以那条路叫做菲利士的地 菲利士地的道路是很近 一下子就可以到了 就可以到了这个 到了迦南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菲利士人呢 当初就是这么走的 就是从埃及 然后呢 走菲利士地的道路 然后呢就到了迦南 所以这条是很近 不过圣经说 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 后悔就回埃及去 所以那条路线不走的 所以不是沿海的那条路线 那么十八节呢 下面说 所以神领百姓 领百姓绕道而行 就红海旷野的道路 换句话说 那条路呢 是旷野的路 而且是沿着红海的路 那么就不是往北走了 那就是表示说要往南走 那么我们再读再读下去 然后呢 这个以色列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 都带着兵器上去 那这个非常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 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 他们所走的路是上去的路 那么圣灵 我们知道圣经描写 这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非常非常仔细的 那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张示意图 这张示意图呢 是西乃半岛的地势图 那么你看这张的图呢 我们知道这个地中海在我们的左边 那么这个南边的是在我们右边 那么然后呢 大家看见有红海 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 他们圣经说他们要上去 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地图 你就很清楚 从埃及这边过来 他们要上去 上去什么意思呢 上去的意思就是说 在越往南走 那个地势越高 那果然一点都没有错 以色列人神带他们所走那条路 是往南走的路 那往南走 你到了这个西乃半岛的南端呢 你就会发现有十七座的高山 那么西乃山呢 就是其中的一座山 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吗 如果在这张图上 你看沿着地中海 你可以往北走 就到了以色列 但是如果你往南走 是个绕行的路 但这条路是旷野路 而且是沿着什么 沿着红海的 那红海我们说过有两个壁 我们有两个 有红海有靠近埃及这边 有靠近沙利阿拉伯那边 那么靠近这个埃及这边呢 那么沿着海边 然后沿着旷野 就这样的一直往南边走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 他们当初所走的路线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最后 他们要走到西乃山 那么所以呢 有两条线 一个叫北方路线 一个南方路线 这个北方路线是不可能的 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 菲律师的地道路虽近 但是呢 神却不领他们从哪里走 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 就会后悔 就会回到埃及去了 那非常有意思 大概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果然考古学家找到了一个土丘 那个土丘呢 埋在底下的原来呢 乃是那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要塞 就刚好在摩西那个时候 就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蓝塞法老 就是蓝塞大帝 事实上呢 他把重兵呢 就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以色列人根本不可能往北边走的 我们知道在特别是 有所谓新派神学的朋友们 他们普通是主张应该是往北走 往北走的话 那么过红海就很容易 过红海你根本是围海是很浅的 所以他们觉得这根本不需要神迹 就可以过去 因为新派的朋友们 他们不大 他们不相信神迹的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就你一定要相信 以色列人是往北走 但圣经明明说 这个是他那条路是 菲利士到菲利士地的道路 所以近神不走这条路 那现在果然 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很清楚 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这考古很明显告诉我们 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屯兵 就是本来就是军事要地 以色列人不可能浩浩荡的两百万人从那里经过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那如果他往南走 那那条路是什么样的条路呢 我们知道根据考古现在的发现 知道是原来有一段的路 已经是有人走过的 原来在西乃山呢 就是在这个半岛南边呢 有一座山 那个西乃山的附近 原来他产铜矿 而且也产绿松石的矿 这么埃及人很喜欢绿松石 半宝石 那么埃及人当然也喜欢铜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所有的奴工 埃及的奴工都是送到 这个西乃半岛去 那大家不要忘记 西乃半岛啊 是很热的地方 所以记不记得摩西看见 这个经济呢 被火烧着 那就是平常的时候呢 就是太阳呢 照晒在经济上 如果超过它的燃点 它就烧起来了 所以经济被烧起来 司空见惯的事 不过那次摩西所看见的 那是神迹 因为虽然有火在上面 但是神迹告诉我们 经济没有烧着 所以你就知道 可以想象啊 这个西乃半岛的 那个西乃半岛的 这个天气是非常炎热 所以在那里做工 根本像在地狱里面一样 那现在呢 就是在那里做工 很多的奴工呢 他们因为很无聊 很痛苦 所以他们的日记 就写在石头上 那么就从这些日记 从这些碑文上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就在以色列还没有出埃及以前 事实上已经有一条路 那条路呢 是可以沿着走的 那么因为当初 矿工就是走这条路 所以但是呢 到了那一带 到了山里面 那个矿野的沙漠 那实在不是人过的日子 那的确像地狱一样的日子 因为平常温度 都是差不多110度 非常非常炎热 这个是西乃山的气候 本来就这样 所以我们能想象到 以色列人40年在矿野 实在并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 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走的事实上是南边 南边的道路 那么下面一个示意图 那我们大概给大家看的 比较更清楚一点 我希望大家能看得见 看得清楚 那这个叫做出埃及的路线 出埃及的路线 那么大家呢 隐隐约远 你能看见那个三角洲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 我所看到这张图 实际上是三角洲的图画 那么如果大家能够在这个地图上面 找到兰塞的话 找到兰塞 那么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是在那里起行的 起行了以后呢 然后呢 就就走旷野的道路 那么走旷野的道路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说 他是从兰塞 然后往南走 往南走呢 大家就看有一个叫比哈西路的地方 他就会到比哈西路 然后呢 就过了 那里有个湖 那个湖叫 Lake Timsa 挺沙湖 那么现在这个挺沙湖 这个附近呢 有一个四星级的旅馆 到现在呢 挺沙湖还在那里 那么挺沙湖的南边 有一个湖叫做苦湖 Bitter Lake Bitter Lake 那Bitter Lake附近呢 就叫做巴黎喜芬 那么圣经描写啊 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到底在什么地方过红海 是在哪里呢 在比哈西路的附近 还有呢 是在巴黎喜芬的附近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到底以色列人 他们是在应该从蓝色起行以后 然后要过红海嘛 那么在什么地方过红海 因为圣经已经给了我们一些 hint 给了我们一些这个暗示 那么还有呢 大家在地图上也可以找到密夺 那么这个密夺了 比哈西路了 巴黎喜芬 你把这几个地方 如果把它定住的话 你就知道 大概以色列人就在那一带 所以以色列人大概在哪里 这个过红海呢 那大概就是在Bitter Lake 就是在苦海那个附近 过红海的 那等一等我会讲的更清楚一点 那么在地图上呢 你很看得很清楚 有一条路叫菲利斯人路 那么往北走 然后会到有一个土丘 叫做Tel Heboa 这个Tel Heboa那个地方呢 事实上就是 198几年的时候 他们发现 那里有个重要的军事要塞 所以呢 以色列人不可能走这条路 所以以色列人只能够往南走 往南边走 然后从南塞到了比哈西路 那比哈西路什么地方呢 比哈西路事实上就是今天的这个 就是今天这个苏伊士运河河口 那个地方 很有意思的 那么那个地方呢 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有一个地名 有一个地名就叫做以色玛利 以色玛利 那么就在就在比哈西路那里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知道 比哈西路在哪里 大概在哪里呢 因为比哈西路啊 根据这个根据什么呢 根据西伯来原文呢 是河口的意思 所以一直到以色列 他们占据了西乃山以后 他们做了一番考古的工作 后来跟NASA合作 结果他们才发现呢 原来呢 有一个古的运河 在摩西那时候已经有了 所以如果大家看这张地图啊 你可以看见上面有一个叫边防运河 边防运河事实上呢 是一直是到地中海 沿着Tel-Akidua 一直往Tel-Ehar 那个方向 那么从地中海 一直到什么呢 到挺沙湖口 那么这个在太空上能看得见 还看得见那个遗迹 那表示古运河 所以可见在摩西那个时候呢 这是一道很很重要的边防的运河 那么既然这个比哈西路啊 是河口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断定呢 这个根据考古的资料 可以断定这个比哈西路 应该就在挺沙湖 这个北边的一点点 那么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 以色列过红海地方是密夺 是第三寨 同时有个地方叫做巴黎喜分 那巴黎喜分呢 根据考古的学家找出来的 那里也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祭坛 从前的秋坛 他们拜偶像的 那巴黎我们叫就是偶像的名字 巴黎喜分就告诉我们 那个地方啊 因为在水的附近 所以他们认为巴黎呢 原来是守护神 是水手的水护 守护神 所以水手们在那里就建了一些偶像的祭坛 所以那个地方叫做巴黎喜分 那么今天我们知道 如果你到埃及去的话 那么那一带也叫做巴黎喜分 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以色列人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过红海 那就是他走南边的路 那么然后呢 大家知道如果在这个地图上啊 这个歌山的地方 歌山的地方 就是从兰塞一直到挺沙湖 那么我们知道 那么你会找到两个点 一个是比东 还有一个呢是苏格 苏格就是他们第一个安营的地方 那么然后呢 他们第一个安营以后 他们就开始过红海 那过红海他们在什么地方过红海呢 那么多半呢 就是在比哈西路 跟巴黎喜分中间的地方过红海 因为这圣经明明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 那么但现在有一个问题 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引起过一些争执 因为我们叫这个不信派或者心派 他们不相信说以色列人能够 不相信说这个过红海的神迹 那么红海 我们知道这个西伯来文呢 事实上是围海 就是芦苇围海的意思 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一节圣经 就告诉我们说 那么这个因为这个那一带 就是在那一带有很多这种的湖 那么都是充满芦苇 而且很浅很浅 所以他们就找了很浅的地方 说是以色列人大概从那里经过 那这个就把整个神迹就把它取消了 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神迹 所以才相信说当初以色列人走北方的路 那事实上不是如此 那不光如此 那么但是另一面红海的的确确也讲 不光是讲到这个靠近埃及这边的红海 也只做靠近阿拉伯半岛那边的红海 所以还也只做后来我们知道 后来你知道以色列在红海边安营 那那一带的红海绝对不可能是维海 那么现在圣经又是讲维海 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现在我们考古学就看得很清楚了 原因是这样 那今天呢 我们看见这个红海跟苦海中间好像是干地 那么苦海呢 跟挺沙湖中间好像也是干地 是不是 但事实上呢不是 事实上在于摩西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的水位 红海的水位比今天要深的 那么到底比现在要深多少呢 那考古学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资讯 那么我们不是说过 我们西奈半岛是两币吗 这边是埃及 然后过了红海 那么这边有另外一币 对不对 那么这一边呢 这边有红 那么这个是红海 这也是红海 那么这边红海的顶的地方 就是伊拉 伊拉呢 也就是阿加巴 今天阿加巴 今天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个伊拉呢 可以说是潜水 很好的地方 一路 圣经的一路 那么阿加巴 事实上就是圣经里面的乙巡加别 是四十二战里面的一战 那么今天所找的乙巡加别 已经不是在海湾口 已经不是在这个湾口 不是 是海湾口还往里面退一段的距离 那么现在你看 退一段的距离 如果这个乙巡加别的旧址找到的话 那就是告诉我们说 在摩西那个时候 乙巡加别刚好在海湾口上 所以你根据这个水呀 退的距离 你可以算说 现在的水位和那个时候 摩西那个水位到底差多少 所以现在很清楚 根据那一份的资料呢 那那个时候的红海 摩西那个时候红海的水位 是刚好是可以漫过 今天的苦海跟挺沙湖 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 那意思就是说 根据这一份的考古资料 我们就晓得说 以色列人是过围海不错 因为苦海是围海的一部分 但是也是红海 的确是过红海 意思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红海已经漫过了 今天的红海 苦海 还有漫过了今天的挺沙湖 这个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根据圣经 那么大概以色列人 如果过红海的话 从哪里经过呢 他的确是过红海 那神迹的确发生 然后呢 海的确是分开的 那么然后以色列人 就像走干地一样 然后他从那里 就到了彼岸 那密夺是四十二战 第三战很有意思的 这个密夺是塔的意思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当时啊 这个埃及人 他们把奴工打发到埃及去的时候 打发到这个新南半岛 就是奴工 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 那么刚好在密夺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塞 意思就是说很重要 那里有个高塔 有个守望塔 那么一面呢 是保护这个他们自己的人 另一面也是 把奴工打发到南边去的时候 那么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密夺呢 可以为这些来做见证 所以我们知道第一战是苏格 第二战是伊塔 第三战呢 是密夺 如果大家读读这个民书记 三十三篇很清楚的 三十三章很清楚的 所以他们在什么地方过红海呢 是在密夺 在比哈西路 在巴黎喜芬附近 他们就过了红海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那神迹就发生了 然后呢 水分开 以色列人呢 他们就行走干地 那么也许大家会说 今天到了二十一世纪 大家还相信说 神 还相信说 这个神能够叫红海分开吗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 和在在Florida 有两个教授 两个科学家 他们做了很简单的计算 就是问说 到底红海有没有可能 就分开有没有可能 那么因为 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 出埃及记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就用东风 后来叫红海分开了 所以他们两个 因为是 他们因为是科学家 读了气象学 所以他们就做个 很简单的实验 他们就假定说 假定一种很简单的地形 当然当时以色列人 过红海地形是比较复杂的 那如果根据很简单的地形 来计算的话 那么他们认为 他们说如果 这个风速达到一定的速度 达到一定的风速 那就是风速很大 那么而且呢 如果是经过 十二个钟头的去 不断地在那吹的话 不断地在那吹的话 那么就可以叫红海 就是可以叫海水退 往这个退呢 可以退最少一英里那么远 那如果退一英里那么远的话 那么就是说 这个时候 以色列人就可以走干地了 那这是很简单的模型 很简单的计算 意思就是说 你的风速 如果达到一定的风速 那么同时 你连续不断地吹 经过了十个钟头以后 那么我们叫这个海水呢 就可以分开 就可以后退 退的时候呢 那么可以退多远呢 大概退一英里 或者超过一英里 那么这个是 科学家们 他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很简单的模型 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过红海 不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的的确确像 这个板块的移动了 那个时候海河床的情形了 那风速的方向等等 那么的的确确 我们知道说 是这些事情是可以发生的 不是不能够发生的 那么到底那个时候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这件事能够怎样的呢 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 根据圣经的记载就是告诉我们说 神借着一阵的东风 然后呢 最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 他们果然是行走在干地上 所以我们相信说 就是在巴黎喜分附近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知道说 就是应该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过红海的地方 那么最后呢 我想我们给大家看几张的图片 给大家看几张的图片 那么 下面一个图片呢 就是两湖区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说过的 苦湖跟停撒湖 那么以色列人大概就是从那里过红海的 再看下面一张图 这张图恐怕大家看得不大清楚 这个是从埃及到迦南 大概他们所行的路线 那么再一张呢 是比哈西路 我们刚才不是看过比哈西路吗 那就是在 在运 那大家看那个对岸的 那个就是西奈半岛了 那么我们这张照片 是从那个四星级旅馆派出去的 这比哈西路我们说过 它的意思是河口的意思 那么那个河口原来是古运河 那个河口 那是个边防的运河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就是巴黎喜分 那这一张的照片很珍贵 就是因为我们坐的船呢 我们相信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这个过红海 他们没有机会回头拍照片 但是我们呢 在海上面可以回头拍 那就是那个巴黎喜分的这个景色 那么大家可以知道 那一带就有那个古迹 就是因为巴黎呢 那是水手的守护神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张 这就是枯海 其实很美的 今天是非常美 不过今天整个的景观有一点改变 跟摩西那是不同 因为自从开了运河以后 不过这一带应该是没有错的 那么现在遥远的彼岸 那应该就是西南半岛 那么以色列人大概是经过了几个钟头 两百万大军呢 就从这里就跨到那头去 那么在下面呢 这个是另外一张图 那么摩西声音说 摩西向海伸仗 结果以色列人呢 就到了海的那边去了 然后呢 就到了另外一边 那么那个下面呢 就是马拉苦水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在马拉苦水以前 是他们是在苦海这一带 他们巴黎西芬 还有呢 比哈西路 然后最后呢 他们是这样的过了 这个从这一岸就到了那一岸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就是大概他们所走的路线 那么这个我们就到了 这个42站的第三站密夺了 那么然后呢 以色列人就从那里 就过了红海 那么这个是在历史上 所发生的 那么可能在什么地方经过 那我想我们介绍给大家 今天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一次呢 我们再继续 谢谢 他 他的时间不错 不错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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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离他的地的感情 感谢观看